大家好,今天是9月中旬,这里是Low 来看看这里还有什么样的花卉 眼前这个是木槿 这里还有不少的品种 有单瓣的,也有副瓣的 有白颜色,有紫颜色,还有森粉 现在他们每盆的价格是22块钱 两个盖冷的花盆 这个木槿的花期超长 从夏天一直能开到秋天 而且也是比较耐寒的多年生的灌木花卉 这是Hardy Hibiscus 芙蓉葵 它的花季就是从8月初一直到9月中旬 次第开放,而且它的生长极其旺盛 也是一种比较耐寒的多年生的花卉 它这里有粉颜色,还有森粉 现在的价格是22块钱 但它洗羊,而且耐汗 一盆是17块钱 现在 这是Sylvia,苏维草 两个盖冷的花盆 17块钱 现在有紫颜色,也有粉颜色 这个花季已经过了 但是它的花期也挺长 这是橘梗花 Bloom Flower 蓝颜色 蓝颜色 这个是单半的花朵 10块钱 一个盖冷的花盆 这还有一些松果菊 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10块钱一盆 是一个盖冷的花盆 菊类的花会比较好养 因为它不容易遭虫害 而且花期也长 比较耐汗 很好养的庭院花卉之一 这些花卉都是15块钱一盆 原价是40 这些很大的龟贝族 原来150 现在75块钱一盆 下面最少有5个盖冷的花盆 这些很漂亮的Kyle 一个小花盆是5块钱一盆 比较耐寒这些Kyle 它包括这些朝天椒 也是5块钱一盆 这是鸡管花 鸡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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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5块钱一盆 很漂亮的颜色 这里有许多的Malm 这一小盆大概是5块钱吧 不同的颜色这里有 这里有许多的秋季的鸡 鸡管花 都跟内花蕙 Tulip 它每个包装都不一样 但是呢 它这里也没有把价格写上 它都有不同的花色 像这些花色都是蛮漂亮的 还有这样的花色 还有纯粹黄颜色 还有这种组合的花色 还有纯粹红颜色 紫颜色 还有双色的 这还有很special的这种花色 这个很漂亮 双色的 很special的形状